機車族夏天出門 戶外35度太陽直曬 要是遇到紅燈 必須停下來等待 根本就是酷刑 台中西區民權供應路口 紅燈秒數長達162秒 將近3分鐘 如果飛個路口2分鐘會抓狂 太熱了 遠遠我就看到紅燈 我就躲旁邊 紅燈秒數最多只能顯示99秒 但五叉路口 想要跨越中間的台灣大道 必須等待兩個紅燈 機車族等完一輪 被熱到暈頭磚箱 差不多一分鐘到90秒 就已經是極限了 兩分鐘真的太長了 對 太熱了 真的沒辦法 有一點改善的空間 你看都帶秀套了 就怕民眾熱中暑 台北市2019年 已經開始實施 夏日減紅燈秒數專案 高雄市也正在推動 部分號制紅燈 縮短30秒錯失 不過台中市紅燈162秒 相較之下實在秒數太長 交通局將持續觀察長週期 入口車流的特性 縮短號至週期或調整紅燈秒數可行性 白天不只酷暑高溫 就連紫外線也是過量級別 整座城市就像巨大烤箱 非常時期 台中市交通局正在研議 大型入口是否真的需要這麼長的紅燈秒數 記者王俊傑 李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即是